9月25日,郑爽突然在自己与本司交流的雪糕群发言,本来,正是本司期待已久的事情。 但是,小爽的留言,却有点出乎大家意料,正爽抱男友真横的意思,不要说路人看到感觉不太适应,就连本司也提醒他,这样说话会上热搜。 正爽不但形容男友和娘,还详细描述了对方上厕所的细节,甚至直接告诉粉丝他与男友的亲密程度,已经知道看着对方上厕所,不知道粉丝是否吃这颗毒糖,反正路人看了,并不觉得解密。 关于做着尿尿的习惯,台湾艺人罗志祥小猪也在综艺节目里面说过,这样上厕所会比较干净,特别是在别人家里,站着尿尿的话容易弄脏洗手间,所以做着尿尿其实是比较好的习惯。 但是,罗志祥的这番言论,支持的人并不多,包括很多女明星都会笑话他,像江浩这样,本来如此方式只是个人选择,却被女友曝光了全世界阶纸,还会上热搜宝。 他真的能够成熟吗? 郑爽做事情总是那么冲动,想说就说,想走就走,不考虑后果,这不是真心情,而是任性妄卫。 至于张衡,他与郑爽相恋以来,已经多次被媒体关注,成了热搜的常客,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,张衡现在有爱情护起,可能还感受不到热搜。 对他人生的影响,可是一年之后呢,两年之后呢,郑爽应该保护他,而不是主动将他推到舆论漩涡。 前段时间,张衡特意飞到日本看望在当地拍戏的郑爽,当时小爽的粉丝十分高兴,认为偶像找到了一个,愿意为惹他转的男人。 既然这个男人真的那么好,那小爽就好好珍惜吧。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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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